這RNA的病毒 縱使不具傳播力 那可能是屍體 但是為了更省慎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氣體質 變得比較高 如果用Ct字來看 其實大部分的國家 包括我們本土的研究 超過27 其實基本上大家都認為 傳播力已經相當相當高 我們曾經有一個Case 到32的時候還培養出來 所以可以就講說超過32 已經沒有傳播的能力 但是為了更省慎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氣體質 變得比較高 那至於英國回來這位 一個英國旗的人 他已經確診 然後有練過4次是陰性 Ct值是34、35 換句話說 我們知道這RNA的病毒 縱使不具傳播力 那可能是屍體 但是在身上還是會流很久 我身為指揮官 當然那個專家意見非常重要 但是我要審視 相關的會議紀錄跟文件 跟其他的一些報告 確定後 我們再來審慎處理這件事情 其他的人都沒有 那就是我們到醫院的期間 大概有一位發燒的 他當然持續還在發燒中 那他也沒有症狀 沒有其他的症狀 那其他兩位的確診者 大概本來有症狀 大概本來有症狀 而驗出是陰性的 我們持續追蹤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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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